為日本的財政民眾對著流浪稿的營養論 各種全物定義和小高牌以往主寫 當年市政府協會在24號 來舉辦到動物Home Party的活動 當時提供200隻的寵物晶片植入 還有400隻的小高牌入表 為已經完成全物定義的稿 並非在主寫 在現場還有流浪稿營養頂相關的活動 也歡迎設計到議事的民眾 可以帶著自己的新聞證明文件 帶著全物到現場來辦理 另外在現場竟然有幫助辦理 高牌鳥仔的結局出席 財社會不然是背叛在家人生病的章物 竟是家庭中的一份主 為何財社會可以擁有自己的身份 以及健康的身體 該市政府將要在27號小五九點到12點 在中央工程基盤 當有空趴華東 現場提供200的寵物晶片 以及400座的狂犬病疫苗 提供已經完成定期的章物注射 歡迎設計在家的市民眾 帶身份證以及章物到現場辦理 章物恐怕我們家的市政府 在九月二七 在文化路中央廣場來基盤 在西亞九點到中央十二點 歡迎市民帶著你的寵物 來這裡辦定期 以外也可以免費給你 指數晶片 打預防針 如果要結紮的部分 可以來領這個 大 連同去 董事院 做這個求職 因為這個結紮的部分 有這個危精安全的部分 所以說一定要去 董事院來做 那天呢 希望大家呢 你如果有創意的 尿 還是九月的部分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參加這個聖會 該一支好的民眾 根據二部醫藥的關聯 不要去用章物 不要接受亞生動物 要定期為章物 施打狂犬病疫苗 就可以控制人跟動物共同 團聯盟的散步 另外當中央的董事 辦理流浪稿領用 以領用代替各位 藉由流浪稿 在這場有動物保護工種 讓流浪動物 都有機會 重新過生命的光彩 所以新聞上面 王秀選家的七彩鳳報道